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也是要來找出我們題目所給定函數的 麥克勞林極數的樣子出來 首先我們先看到我們的題目 我們的函數fx它等於x的三次方乘上sinx 我們要找出這個函數的麥克勞林極數 首先呢這裡我們可以利用我們之前 我們課本裡所定義的一些基本的麥克勞林極數 來幫助我們展開我們這個式子 而我們在這個在我們的題目這裡面 我們一開始在課本裡的定義 學過了sinx的麥克勞林極數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利用sinx的麥克勞林極數 也就是summation的n從0到無限大的2n加1階層 分支-1的n次方乘上x2n加1 而這裡面呢我們知道我們的這個x呢 它是一個可以為任意的時數嘛 而這個就是我們課本裡所定義的 sinx的麥克勞林極數的形式 所以因此此題我們x3次方乘sinx的麥克勞林極數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式子 利用我們原來已知的sinx的麥克勞林極數 再把它乘上我們的x的3次方 然後這時候呢我們 因為我們的這個麥克勞林極數是已經知道的嘛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把我們的x3次方把它移上來 整理之後我們會變成summation的n從0到無限大 然後2n加1階層分支-1的n次方乘上x的2n加4 這裡呢本來我們可以看到是2n加1 然後我們把x的3次方移進來之後 所以我們這裡變成了2n加4的次方 然後也是一樣呢我們這裡面的x可以為任意的時數 好